大家快看,孟江女牧种呢,竟然在海上 据当地人说呢,孟江女啊,投海以后,这里呢,就出现了三块礁石 而且江女牧呢,她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海上古墓 这个牧种,她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孟江女到底有没有投海自尽? 当年又真的枯断了八百里长城吗? 今天牧子呢,就在这里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秦朝孟江女哭到了长城的故事呢 在我国呀,广为流传,可谓是家喻户晓 她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也是孟婆汤传说的由来之一 她住在阴间的奈何桥边 为前往投胎的灵魂提供一碗孟婆汤 让她们呢,忘记前世的一切 那么孟江女她是谁呢? 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而且她还有什么故事呢? 关于孟江女的由来和演变呢? 历史和文学呀,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其中,广为流传的就是 孟江女哭长城的传说 传说当年她的丈夫呢,叫做范喜良 而且当年呀,为了修处长城呢 被秦始皇给抓走了 最后呀,累死就埋在了长城的里面 后来呢,孟江女去巡夫哭到了长城 孟江女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八百里长城,为之倒塌,露出了无数的白骨 后来孟江女用自己的血呢,就滴在了骨头上 说只有一具骨头,吸收了血液 证明呢,是丈夫的遗骸 孟江女抱着丈夫的骨头,那是痛哭不一样 秦始皇闻讯呢,前来见到了她 并被她的美貌所动,想要纳她为妃 孟江女以借见丈夫为条件 要求秦始皇亲自到秦皇岛为范喜良来发丧 后来秦始皇呢,竟然答应了 并派人把范喜良的骨头就运到了海边 后来孟江女抱着骨头就跳入了海中殉情 与丈夫永远相聚 咱们看一下,那块高的礁石呢 就是孟江女的化身 两侧呀,而且边上呢 有两块低矮的,是她的形犁变化的 于是古人呢,将这里叫做江女坟 这个坟呢,她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巢掌,坟掌,巢落,坟落 无论多大的海巢呢,也无法淹没坟定 其实大家都知道 人死后,她变为石头是不可能的 所以孟江女呢,她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那既然孟江女哭倒长车的事情 从一开始,她就是传说故事 又为何千百年来 依旧有许多人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呢 其实呀,历史上 她是真实存在的孟江女 但是呢,她和秦始皇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据左传记载,孟江女的原型呢 她是战国时期 齐国将军启良之妻 在公元前550年 齐庄公为了报早年之仇 然后呢,亲率大军偷袭晋国 启良担任大军的先锋 但是因小人告密 启良最终战死了沙场 最后安葬 所以呢 历史上真正的孟江女 甚至呀,她没有去当众痛哭 什么哭倒长城 她都是后世天忧家族的杜撰 但千百年来 孟江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呢 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 其实和她是否为史实 毫无关系 而是因为呀 这个故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呢 以及她背后的意义 她表达了老百姓对战争的痛恨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渴望 这才是孟江女的故事 得以代代流传的真正原因 这才是孟江女的故事呢